來來來來 今天一個開箱的鞋款呢 是我目前開過最貴的一雙鞋之中 要價30萬台幣左右 上下左右30萬台幣左右 真的是很誇張 一雙鞋可以超到將近30萬呢 到底是哪一雙鞋咯 我們就來看一下唄 小心小心小心 這個 這雙30萬的鞋子有點重 特別的是什麼 這個也是蠻酷的啦 鞋帶的頭啊 它竟然上面印著Chanel 該不會另外一隻腳是Ferberio吧 我沒那麼聰明吧 竟然猜對了 不是咧 不是咧 這上面也是印Chanel 將這雙鞋 歸納一下好了 簡單來說就是 好看好玩又好穿 第一個 好穿的原因當然就是 Boost大底做成了一個鞋底 Boost的多軟Q 大家穿過應該都知道多軟Q 像Easy啊或者是Ultra Boost都是用100% Boost做成的 那這雙 不例外那麼高級的鞋子當然也是用這個來做成的 基本上呢 這個就是維持QMND的一個模型 它有一些小部分它做了一些比較不同的改變 包括像是這個大底部分 因為Ferberio和Edita聯名的系列呢 它今年是出第二代 第二代比較著重於登山戶外的感覺 所以它這個大底呢 跟一代不一樣 第一代到來是平的 那這一代大底呢 它就變成鋸齒狀 比較有 可以走出戶外的感覺 而且呢 我覺得基本上 因為這個大底 讓這雙鞋子整體上加分了不少 因為 你遠遠看起來呢 它有種增高增高的感覺 有沒有 底比較厚 它就增高了 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它的Boost 距離地面距離又被拉開了 所以你基本上你的Boost呢 也比較不會有氧化或者是變髒的問題 因為它已經把你做主格格開了 那為什麼好玩 因為它做在旁邊這兩個 很像鬆餅格紋的TPU穩定片呢 它上面提供了很多孔洞 你可以自由的 捆綁你要的鞋帶形式 你可以這樣穿啊 或者是你可以繞到後面穿 抑或是你可以繞到下面穿 好不好 如果你是TKPine 你就盡量這樣用 因為 你至少會磨壞好不好 好看是什麼 好看就是 它這個基本上是 襪套是鞋身做成的 很大的鞋面嘛 非常的 時尚也有簡約 那其實我注意到一點 其實這雙鞋 並非是用Prine材質做成的鞋面 它是用一種工藝網布 透氣網布啦 透氣網布你其實可以在 Energy Boost 或者是Alpha Bounce上面都可以看到這種 這種材質 這種材質其實也不輸給Prine材質 可能就是耐用度稍微的弱了一點 但是透氣性或者舒適度上面 其實都差不多的 然後鞋後面呢 就是這個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 Ferreal Williams 格地大使的一個 Logo的後面 鞋款那麼稀有呢 如果背景不夠硬的 店家是拿不到的 感謝西門生日無提供這雙 非常昂貴的 請我們做開箱 你知道我昨天拿回來的時候 一人都騎了三站 不敢騎太快 不敢出事 哇賽對不對 最後一集的問題問你們 如果你有台幣30萬的話 你會去買這一雙鞋嗎 好不好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今天開箱到這邊 結束我們下期見 掰掰 掰掰 拜拜